大家好,我是Den 8月30号,女团Lisirapim 时隔6个月发表了新曲Crazy 这首歌在公开不久后 就进入了美罗塔百的69位 因为Lisirapim以上一张专辑一集 同时进入了美国皮尔布的主专辑榜 皮尔布的200和单曲榜Hot版 取得了非常好的成绩 因此粉丝们对这次新专辑成绩的期待 也是非常高 所以接下来我们先来看一下 Lisirapim新曲Crazy 韩国网友们的正式反应 这首歌真的选得太好了 感觉像是会在潮流店里播放的那种歌曲 虽然不算差 但因为之前的歌曲都很喜欢 所以对这次的歌曲有点遗憾 这首歌听起来很轻松 不用多想就能享受其中 感觉挺不错的 很有现代感 应该会在听头上活起来 这是主打歌吗 有点失望啊 歌是很好听 但总觉得副歌部分像是整首歌的全部 让人有点遗憾 不过MV拍的挺潮的 感觉和朋友一起在KTV唱这首歌会超级有趣 唱歌的部分被大幅减少 大部分都变成了唱腔说唱 不过比起被批评 找到这样的妥协点也算是不错的选择 不得不说这次的节奏真的选得非常好 因为是担心唱功实力争议 所以才会大幅减少了唱歌的部分吗 歌词不怎么样呢 但旋律很好应该会反复听下去 因为这首歌听起来很轻松 应该会很受欢迎 真好奇他们在安科舞台时会怎么表现 所以对于Lustrapin新曲Crazy 大家觉得怎么样呢 然后Lustrapin在昨天新专辑发表会的时候 针对两个争议也开口了 首先是提到了关于他们在 Kochella音乐节舞台的实力争议 Kochella的舞台上有许多令人遗憾的地方 但这段时间让我们作为一个团队 以及个人都学到了很多 也有很多感悟 出道后我们在很短的时间内 经历了许多舞台表演 这是我们第一次参加如此大型的户外音乐节 因此我们也非常兴奋 没有很好的控制节奏 这些方面显得有些不足 我们意识到未来还有许多需要学习和经历的东西 展示出越来越好的面貌 这应该是我们一生的课题 与成员们也经常讨论要展现更好的样子 这次活动似乎就是那个第一步 我们怀着这样的心情努力准备了 希望大家能以关爱的目光关注我们 对此虽然也是有小部分讽刺的留言 但大部分的留言都是 他们已经说了会成长 又不是犯了什么罪 已经过去的事还能怎么办呢 为什么有些人还是一直在讽刺不放 看起来有很多人把纳策的实力争议 当成是酒家或吸毒这样的大事来看待 说实话 我觉得这种程度的事情 被这么严厉的批评已经很惊人了 即使他们自己都说会努力改变 但还在批评的人 干脆在家里睡觉得了 以他们那么短的出道时间 就能够参加这么大的活动 本身就已经很了不起了 虽然确实有些遗憾的地方 但希望Less Rapin能以Kochella为切接 变得更加成长 我和我周围的人都不是Less Rapin的粉丝 但感觉有些人好像觉得 他们本来就是可以被批评一样 随便说些恶言的人变很多了 所以现在大家反而都想要支持Less Rapin 真心希望他们这次能有好成绩 根据媒体们的报道 昨天Less Rapin在新歌发表舞台上开麦清唱 甚至还能清晰地听到粗重的呼吸声 因为这次他们首次挑战普京舞蹈 对他们来说会有不小的负担 但成员们还是拼命地 以现场演唱的方式完成了舞台 然后另一个争议就是 去年在直播的时候 恩杰曾发表过 类似谈到了和学校相关的主题 并说出 大家都在上学吧 应该很累吧 我不知道要在学校学习的理由 让不少网友们认为 他是在嘲笑童年纪的粉丝 此外也提到自己的行程开始时间 比学生们上学时间更晚 认为自己更轻松 因此很多人批评他的发言过于情衰 对于这个争议 恩杰表示 关于这一点 因为那是在与粉丝们交流的场合 所以我不知不觉间 就把一切都看得太随意了 越是亲近的关系 越应该谨慎对待 但我没有深思熟虑 由于我不够成熟的行为 让大家感到失望 对此我感到非常抱歉 我会更加谨慎 展现出一个有责任感的样子 我们来看一下韩国网友们的反应 这算是需要道歉的事吗 明明谁都能看出来 只是与粉丝之间的玩笑话 却被过度批评了 那些酸民们自己倒是从来不道歉 真是可笑 作为现异贡中生 我也觉得当时大家对那件事反感确实很大 那些话的确有让人生气的理由 不过既然已经道歉了 事情也应该到此为止了 我也看了那段影片 但说实话真的没什么感觉 反而觉得挺可爱的呢 可能是因为我已经不是十几岁的小孩了吧 不过我觉得他道歉的很好 不是说他真的错的要道歉 而是因为那句话被无情的批评 甚至连没有什么问题的话也被拿来放大 现在他已经盗窃了 希望酸民们就停止吧 毕竟他只是06年出生的孩子 对他说那么难听的话 实在是太过分了 希望利斯拉平能继续走华路 这次的回归也能打华